大家看我这两颗芹叶蛹 这一颗的话 枝条长得比较多 枝反叶貌 这一颗的话 一条毒赶上来 一般我们正常去花卉市场买回来的芹叶蛹 就是这种状态了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边这种效果呢 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秋季这个时候 给它剪掉顶端 给它去掉顶端优势 让它从底下的这个位置 长一些分支出来 就像这一颗一样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是主干剪掉之后 有两条分叉 以后这两条分叉上面 又各长了两条分叉 那么就是从一边二二边四 以后裂变式生长 当然了修剪完整的时候 不要忘了补肥 只有营养充足 它才能长更多的分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它使用这种苏肖富而肥 因为苏肖富而肥 它可以促进植物快速生长 而且呢 这种苏肖富而肥又不容易消根 我们只需要兼职 苏肥勤势 每个月给它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过段时间长分支多了 就会变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大家想要把自己的请叶油 养好看 脂肪叶茂 叶片肥厚翠绿 一定要抓住在秋季这段时间 给它修剪 给它多补肥 让它快速生长 好了 我们下期见